政府增加指定检疫酒店 应付4月1日起 撤销对9个地区实施行班熔断机制后 反港海外港人的检疫需求 为加强外房输入 政府决定将这13间 早前改作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 转回指定检疫酒店 新安排下 可以额外提供超过4400间的检疫房间 各批酒店将会下个月1日起 陆续投入服务 并开始接受预订 公由内地和澳门以外地区 回香港的香港居民更多选择 令指定检疫酒店增加到38间 提供一共超过1万间房 至于现时3间用作隔离设施的酒店 会由4月1日起预留作外用检疫用途 连同现有的一间酒店 一共有4间酒店 约1600间房预留作外用检疫 东方日报报道 多个社区隔离设施已经运作一段时间 但不时有管理不善情况 有年过八旬的婆婆 入住粉领方仓医院 隔离一个礼拜之后 本来获告知 有专车安排接送回家 但专车并没有出现 同行亲人收到电话要婆婆离开 结果婆婆在方仓医院闸口外面跌倒 左手腕骨折 右小腿和下巴逢针等 另外需要留远一个礼拜才可以回家 家属说 事前事后都没有收到 专车未能接送的通知 批评当局管理和沟通不善 《文汇报》报导 大影波疫情下 清洁工人为维持使徒卫生 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有关组组织对清洁工友的情绪状况 和工作处境进行调查 发现近四成人焦虑程度 达严重至非常严重水平 有工人说 只是分配到简陋的防疫装备 甚至要不断重用 有政府外判工友说 判头不承认隔离令 染疫工友因为无办法提供医生子 只好继续上班 组织促请外判商停止毛利加班 发放疾病津贴 同提供充足防疫装备 星道日报报导 政府将会分期派发1万元消费券 受惠者包括内地新移民 但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接获大约30宗小数族裔基层人士 不获罚款的求助国案 有居港超过20年人士 因为手组问题 未能成为永久居民而不获款项 社协认为 有关人士可以申请纵援 公屋等福利 唯独不获早前派发的1万元现金 和两轮消费券有欠公道 也有立法会议员说 消费券目的之一是输解民困 政府应该着情处理 明报报导 全长1.3公里的东涌延线工程 新增两个车站 当中东涌西站将会成为新总站 最快明年动工 港铁向环保署提交环评报告 说项目首选走线沿东涌以北 穿过马湾冲村 再搭回去日东村西面设站 采用地底走线以避开红树林、泥滩等等 大陆色力量说 东涌西站选址和红树林 最近相距不够100米 红树林里面有瓶藝物种 扮灰清漆色和繁殖 担心施工期间影响泥滩 和附近天然河溪水质 促请港铁加强在地盘收集污水的措施 各界捐出抗疫物资 都需要义工协助派发 有新冠病毒确诊者康复之后 自发加入地区抗疫组织做义工 除了认为自己再感染的风险较低 也都希望帮到有相同经历的人 两位义工一组出发到天水围天悦村 向求助的确诊者派发物资 他们本身都是街坊 亦都曾经染疫经历过居家隔离的日子 做义工主要是想帮客人 见自己做中了之后 其实都很辛苦 很多物资上的东西都是需要家人帮忙拿来 有些家庭或者有些独居的可能真的出不了门口 需要有人帮忙的 我已经中过招了 觉得再中的风险其实是低很多 盐志勇在第五波疫情高峰期染疫 当时政府热线打不通 为了保护家人借了朋友空置的单位自我隔离 整个星期经历高销吸售 大约两个星期之前 终于见到快速测试棒的T线越来越浅 直到完全消失 确定阴盛 但是康复之后出来走动 仍然有些少影响 可能很轻微 可能有时气喘 你跑得快 也有些 可能需要一个康复期 同样是康复者的义工李光线 早前一家四口确诊 连同图图的女朋友 五个人一起居家隔离12天 最大的区别就是 隔离那段时间 一天有预备三餐食物 那时候的食物真的没有 我有朋友帮助 给我买了些菜 买了些之类的东西 帮我放在外面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所以我冲着这个感动 自己康复之后出来 他们加入的地区抗疫组织 义工团队有大约100人 当中20位都是康复者 发起人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表示 至今已经收到超过6000个求助 其实上门支援一些 居家隔离的 确诊者家庭 都是一定的风险 所以最初都由我们自己 亲身上门 但是随着有些 的确诊者 康复了之后 他们现在其实已经经历过 确诊的阶段 无论心理 或者在身体上面 都会比较安心 愿意上前和我们一起 他相信 义工队职日送大物资的经验 有助政府向全民派发防疫包 无线电视记者彭穎熙报道 政府专家顾问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惟说 应对未来疫情要做好五方面 包括疫苗接种 怕药床位调配等等 他认为当局推高 长者接种率的同时 亦都要每日公开数据 方便各界有依据 针就是 如果除非你做到 我刚才说的那么仔细 每一间院舍 每一个残疾院舍 你都可以知道 今天有多少个等着打针 有多少个不能打 有多少个不肯打 全部这些知道了 你才可以对症下药 你只得一条大数 没可能会做到的 警方昨晚分别在佐敦和观塘 堵破违规经营夜总会 和怀疑无牌酒吧 抓了两间场所的负责人 另外有40人被嫖控 警方昨晚大约10点 突击搜查佐敦道一间夜总会 发现夜总会违规经营 拘捕28岁负责人 有29个男女被嫖控 另外警方昨晚大约11点 又突击搜查观塘委业街 一个工厦单位 堵破一间华尔无牌酒吧 拘捕20岁男负责人 11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嫖控 我们会试行在进行遗风抢检的处所 例如一些公共屋邨 同时安排为未接种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 或者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能够外出 接种疫苗的人士登记 等遗风行动完成之后的第二天 为他们提供上满疫苗接种服务 首先安排在遗风抢检中进行 可以让住在这些有数据显示感染风险 可能较高的屋邨或者屋苑 而有未接种疫苗的长者 尽早得到疫苗的保护 其实过去的遗风抢检行动当中 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为到一些不能够落到楼下 去进行检测的居民去上满採养 所以这些人士可能 都是很大可能是因为行动不变 或者其他原因而未能接种疫苗 我们希望把握机会 在遗风抢检的第二天 等他们有阴性检测结果之后 立刻为他们接种 不用他们再去找其他途径接种疫苗 我们会按这个事行的行动的经验 改善上满接种疫苗的服务流程 包括人手的配置、针藥的运送、打针的安排 休息观察的安排、引发针子安排等等 之后再扩展计划 以涵盖在社区里面更多有需要的人士 不过我在这里要提一提 市民如果家里有长者 或者有他们能够可以去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或者是流动接种车那里接种疫苗的话 请他们就不要等了 请他们立刻预约或者拿职日酬去打针 因为早一日打针 就可以早一日得到疫苗的保护 到时候